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堅仔试集靓马 我是波仔 有朋友在波仔的群组里面提及到 在日为什么没有排位的时间 我们的YouTube频道里面说了两条视频 就是12月1日的国庆日试集靓马 是不是上传错了还是怎么样 绝对没有 为什么之后才会出现呢 其实一点都不是马后炮的 都是那句了,如果马后炮或者之后才录的 当然要说全部都是三架的马 因为上一次在节目里面 提供了10只的试集靓马 都拿到3名,3个第二,1个第三 当然有落地 如果全部都得了,当然是发达 就是我们老板都非常体贴 因为希望在一个APP里面 一应俱全,一览无为 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现在不妨可以下载堅仔 如果你只有看这条片 下载堅仔到你的手机 平板电脑上 因为你进去免费注册 右上角这个节目栏 就是阿菲的注册 月费、年费用户都可以看到 因为所有节目都可以看到 精选过关这条片 当然在赛前里面 在YouTube里面看得到 其他波济的试集靓马 小公子的常人数据 还有两位网上高手 JT和Ryan 都会提供到他们的心水 年年宽呼 元朗精英 差一点都已经包了一条年人位 当然还有萧公子的马场博客 都可以 大家进到APP里面 不用跳来跳去 在APP里面看完 非常之方便 坐车 又或者跑马时间等等 都可以应用得到 好了 立即进入正题 这次连续第三次去到田草的赛事里面 用全副A跑道 10场的日马赛事 有八草两泥 头场二号的神煞金刚 这次套了个眼罩给他 这匹马在赛前 其实都已经在第一场里跑过 未开起 就跟在后面 有些少的走势 但最近套了个眼罩的时间 其实萧公子在精选过关里面 都提供这一匹的神煞金刚 看回那个试集片段 他也播了这条试集片给大家看 四档的就是神煞金刚 可以看完二档的超竞火力 三档的竞进天下 七档的山山胜利 所以为什么呢 都会拿回这条片给大家看 主角的神煞金刚 套了眼罩 就是一档起步的 是在四档起步 这些课集是跑第一 四档起步 红眼罩起步不是最慢 但是很快就已经咬到主马裙里面 这只是比较长龙 这次跑了千八米 都没有被马裙抛掉 而前面的山山胜利 都看到继续有些前速 不过回来的贯注力 可以更好一些 另外在第五位 这只就是竞进天下 这次都会给了潘顿去跑 跑一场五班的赛事 回到来 其实这个竞进天下 都有两脚 因为这匹马上一次爆谷草 似乎比较短一点 也交到一个快的末段 所以立即 又应及此 希斯立即找来判断 去压阵 可能趁有状态 立即用 好了 入到直路的时间 神灑金刚现在在尾尾 前面 吃了momentum 起动 那只折折有福 就已经率先发力了 但你见到艾绍丽 一路将神灑金刚慢慢移出来中外档 好了 看空了 骑下去 真真正正试一试匹马 似乎这个眼罩是会刺激到匹马 交到反应 不是只是吊住 不要只说 试杂要骑才上来 是不好的 反而定着定着的马 可能一骑下没有 我们不知道 起码测试到这个眼罩 是有正面的影响 这些质身马 开了气 继续跑五班 后面很多马 其实已经见尽了 会不会有些进步 就可以给予一些期望 除此之外 刚才在那一组集里面 还有一只超劲火力 原来栏里面 它没有什么起动 回来的走势 其实可以再利落一点 不过 超劲火力 可能是草地比泥地好 而这些超劲火力 是出自一组009的赛事 那段速是比较难追 夏罗威、曾强、元朗精英、自治多保、初戀、原味演役 全部都提升到名次 其实先到先得都提升到名次 去到中后段长次了 去到第五场 有一只运高八斗 这次它就过了田草跑 这匹马虽然上一次在田草也有跑过 但是之前一直都在谷草里面发展 但是我们看看这个统计资料里面 统计资料 黄色的八斗 就是这次他回来田草跑的 其实以往的跑五次都有两次 赢了马 所以其实田草不是完全满满 最近的货集都试得不错 可以看完 就是四档的超异运 五档的开心宝宝 超异运跑第六场 开心宝宝跑第九场 而运高八斗就排在中外档 橙色深 起步很快的 204日排在七档 很快的 你看到周俊乐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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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 你看到这个 如果经常看试集的话 最要是看起步 还有鱼势 还有看看有没有吃沙 要跑来地的话 好了 你看到其实他之前9月头的货集 起步也相当快 一直定在中间的位置 不方不忘 现在上了来的 放头里面就是不同世界五号仔 這個K號寶五號仔 拍上來綠色衣服的就是經典時代 沿途在三列網空 你看到潘明花一直在長江城 定住在山頭 這隻馬都很膽到必 而第四位八備糧那隻就超而穩 在他後面那隻就是開心寶寶 主要就是看外面跑線那兩隻 一隻就是雲高八斗 入到直路率先透出 回來的貫注力都不錯 而在他後面現在還沒轉腳 拐著單邊腳就開心寶寶 上來的追勢也算不錯 你看到潘頓都輕輕鬆一下 一直都還沒換腳 這匹馬還有一些可以在狀態上 或者出腳、力度等等 還可以再好一點 中間的超而穩 官方寫了他保持同速 但最近那兩個集 衝下去真的比較均速 看看是否真的跑到1400會更適合他 因為這次拆了兩組 過終點的魚勢 開心寶寶和雲高八斗都是比較好 但超而穩就逐步地滑上來 三隻馬就有不同的形態 所以又是特別抽了這一組 給大家去看看 雲高八斗 落到這一組四班千二 而其實你小心一點 後面有一大閘馬都好像一般 那會不會已經有個狀態 有些新鮮感來配合 就是過度來這一組都夠用呢 而另外第六場 這隻超而穩 上來千世我覺得都是合適的 因為上一季那場千二 其實都頗難追一下 看看方仔的調兵險獎 而另外第九場 這隻開心寶寶 其實上季尾在天天同樂那一場的七九一 段速水準都相當不錯 天天同樂都差一點贏 背一百三十五磅 開心寶寶這場就要在較後位置追 所以我覺得這隻四歲仔都不斷進步 好了 說了這一組集裡面分佈的三隻馬之外 就看到一隻五場六號的金主 這一匹文家糧的四歲仔 頭兩個閘其實早段都是比較慢腳一點的 回到來的魚勢 它不是斷了 它是懂得一點點追馬的 所以經常都有說 在質身馬裡面懂得追馬 起碼它不是一味靠放 遇到一點點劣勢 它都懂得去變通 好了 最近那最後一貨重化草地閘 給它套了一個眼罩 看看有什麼不同的 粉紅色衣服挺容易認的 五檔起步 套了一個眼罩給它 剛才兩個閘就比較慢了 好了 它起步 不慢腳了 藍色沒有 在外檔慢慢放上來 雖然這一組馬 粉豆鑽旗風山水起 又或者加州星池這些 都可能有些健康 或者進度不太足 但是你看到這隻金柱 有一個基本速度 似乎的眼周也能幫助它 它還有一些改善的空間 現在它一直推著右腳 轉彎 這個高空鏡頭 就能看得到 安Sir仁的極力控制 它是出錯腳轉彎的 所以它輕輕地轉彎 又要撞回它 它就轉彎右腳 即是這隻四歲仔 仍然可以有很多改善空間 但是幸好有條欄 否則就會飛出去 好了 轉彎直路的時間 它差不多轉正的時間 它還是出了左腳 好了 現在走上墓頭了 進到直路才轉左腳 轉正腳出來是對的 但是它轉彎的時候不是的 大家可以細心一點再看看 好了 到了最後的百多米 安Sir仁真的騎下去 它的加速力不錯 一換腳 換腳之後就飆了兩下 哇 這隻馬其實似乎有些競賽能力 而且還沒有很懂它怎麼運用 好了 剛才說的第四場 其實很多馬已經跑過 或者在陣場裡面的表現 都是比較徘徊一些 那麼這隻金柱如果真的 但是在有些不明的地方之下 三鐵牆或者四銅牆 不要說第一隻完全畫到這一隻 所以我覺得它的試襲 初春迷計 它會比清願之星 我覺得會有些進步 會較為好一點 那麼銀量豪俠都已經跑過 可能相對地沒跑過的金柱 是有一些衝勁或者不明的物體 可以留意一下走勢 所以特別我都在這個節目裡面 就拿了出來說 好了 接著再看到尾場的時間 尾場的時間 有幾隻馬試得不錯 哇有沒有搞錯 一場馬說三隻 那實在是 可能有些機會可以進來 但是 二班1650米我檢查過了 跑完這個10月6日的賽事之後 到了一月的時間 都沒有在二班1650米的泥地 所以他們可能這一場已經是拿來做目標所在 第一隻就是美英烈菲 它其實在泥地裡面轉過來都比較穩定一點 跑九次 1650米的泥地裡面 三面四個上名 就是過半數日跑得好 最後一個泥袖試成怎樣呢 12米找一下薛兆人去試一試 同組也有一隻三檔的複角寶 就是阿寶來去試 而美英烈菲就排著六檔 好好心得就是五檔 兩隻在金牌裡面一起跑 美英烈菲 是虧仇人士的 這幅加個眼罩給他了 六檔起步 逼一聲 建築學員二號仔的帽子都挺快的 當然裡面的天下寵兒 或者放頭的複角寶 都是相當快的 還有一隻第四位的展紅威 其實也有些前觸 不過回來就散開了 現在第四位的就是美英烈菲 這隻馬都有些厚 好得到 看到都穿著肉侍 飛快一點點 去過玩中的時間 一直有很多沿途望空 他有一些1650的氣量 所以四千二集 他都不怕蝕腳程 在他後面 橙色衣服的就是直線力山 前面那隻的複角寶 就已經是上了 已經是走掉了 你看到 薛兆恆 也不是很能吃得到上去的那隻馬 但是騎下去也有些反應 直線力山高分的他 已經是彎彎開始上來了 雖然你可以說 艾道拿和薛兆恆 可能在一個磅位上 有些差距 但是 那隻馬你也要騎下去 有些反應 一直頂著直線力山 那隻都成一八十五分的馬 過終點之後的餘勢 米英烈菲也相知好 所以我覺得 阿輝哥可能已經是瞄著這一場 將這隻八十九分 或者六歲馬 米英烈菲盡量在季初裡面用上去 如果你有泥地 要真的把目標一致 只是跑泥地的 只有一場的 那你之後才減分才再算 那當然是先駁下主力的長刺 所以我覺得箭頭應該是挺清晰的 另外一對馬 就是五彭之馬房的 佳應傳承和刀寧福星 佳應傳承 其實他在上面 我也特意看回他的泥地集 有些就一早就看空了 就追了上來 也有些吃了沙蟹之後 不太追的 因為 你這麼說 他二千米贏完那一場之後 接著試了一個泥地集 他這裡有一點 躲在馬嵐裡面 沒什麼特別發力 因為這隻佳應傳承的馬性 就應該不是後勁特別強的 但是氣量相當之足 你看跑打鼻怎麼放 差點放大子磚你就知道了 但是它是那些 步步纏上來的馬來的 所以最後那一貨 潘順斯的泥地集 在外甲跟跑 就能吃到一個細頭上來了 立即看完這一貨集 因為除了佳應傳承之外 佳應傳承都在這個集裡面 兩隻都是五盤子馬房 一隻七檔 一隻九檔 佳應傳承就是九檔 潘頓去試 而灰馬仔七檔 很容易拍 就是這一匹的都連覆星 兩隻馬如果說起步的反應 都連覆星是較為好的 而在尾三那一隻就是佳應傳承 兩隻馬在彎馬裡面 就吃著Momentum上來 和它比較高分 所以試得好 我覺得都合理之餘 但是兩隻馬 都連覆星 我覺得相對更加輕鬆 清風送爽 好了 看看現在在前方的那隻 就是幸運夥伴 第二位那隻就是領航才子 第三位就是伊神 第四位外面那隻同樣是美麗 夾在中間都連覆星 麻蘭就競盡光輝 後多少的尾三位置就是佳應傳承 尾二上來就是瑞琦威風 包了在尾紅海徑 好了 說時遲那時快 在外面第四搭上來的那隻 就是多連覆星 在那裏面試試吃下沙 套上了防沙眼罩的佳應傳承 本來是防沙眼罩 兩隻馬來比較 多連覆星的後勁算是不錯的 回到來都很輕鬆 吊著吊著 順勢的終點 我覺得整套集起步 以至轉運法力 和入直路的輕鬆姿態 我覺得這隻刀寧覆星的狀態 都算來得不錯 而佳應傳承 剛才說了 萬步速不是騎得很硬 踩上來的話 我覺得魚勢也算是不錯的 所以這三隻馬 美影列飛 刀寧覆星 而入佳應傳承 都在賽前試襲 我覺得試得不錯 也要因應馬性 再說一次 佳應傳承 不是一隻口口勁的馬 彎位沒有擠上來 所以感覺上的勢好像不太厲害 而當然複星都有它的好處 就是起步快 轉彎利落 加速上來都很聽騎士 所以我覺得這幾隻 在美群裡面我會先清先一些 而且磅位上也有優勢 好了 一口氣跟大家看了星期日 有些試襲禮馬 1、2、3、4、5、6、7 都大約是9至10匹的賽區 當中有些可能是金柱的 先留意一下走勢 但是其他 好像尹高八斗、美影列飛 又或者是頭場的神殺金剛 開心寶寶等等 都是在試襲裡面已經看到走勢 好了 再次多謝大家的收看 如果之後你在YouTube再看 喜歡也可以給我們一個like 最重要是下載堅仔 到你的手機和平板電腦上去使用一下 如果一早已經收睇了這個節目 波仔衝心感激大家支持我們堅仔 好了 今次的節目時間差不多 有興趣的話 下載和打電話 去致電55生活1016 去訂閱堅仔 還有去支持我們堅仔投注課程 凡是日馬 星期六或星期日的日馬 都會在公司總部裡 和大家一起玩一日 好了 今次的節目時間差不多 我們下次堅仔試襲禮馬 再和大家一起聊 拜拜